秋刀鱼也陷入了食安风暴 食药署在边境拦截道有一批是来自于日本的贝干秋刀鱼节 在里头含有一级致癌物本片比 每公斤达到80.6维克超标将近40倍 现在全数退运销毁 也要针对进口业者检验的强度再提高 医师表示本片比属于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被国际的癌症研究中心列为是一级致癌物 虽然可以在人体代谢排除 但是长期慢性暴露的话就可能会有致癌的危机 用有进口食品被减除致癌物质 这回是来自日本熊本的贝干秋刀鱼节 由彩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口来台 但在边境检验中就被发现含有一级致癌物本片比 每公斤达80.6维克超标将近40倍 总共50公斤通通遭退运销毁 会由一般抽皮查验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 这是同产地同号列 近六个月以来第一次的不合格情形 食药署得加强检验避免幼幼幼幼落网之余 而本片比属于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第一级致癌物 虽然在人体中可透过代谢排除 但长期慢性暴露仍有致癌危险 经由口鼻吸入恐怕会诱发肺部癌症 要是吃下肚的话则可能会导致食道癌 胃癌等肠胃道癌症 因为它这个是油脂 它在高温的状况治疗它才会产生 另外一段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就要检测才把它检测出来 可以多吃蔬菜跟水果 不会有汤氧化的作用 那这样子也会见到这个治安的贡献 至于苏丹红辣椒粉 食安风暴还没完 食药署又在边境拦截到 环球食品商行从中国输入的两匹辣椒粉 也含苏丹色素3号 总计1万公斤全数销毁 进一出最严管制 避免又有问题商品偷偷闯关 这种报道